公司的看法有些不同 他没有提到客户的部分 反而他说升学的毛利率可以升 就是因为他们控制成本 控制得好 第二个就是Android的升学产品的毛利率 持续可以改善 有些生产可以自动化 相信毛利率水平也可以提升 去到30大家开始推 刚才你说本来看它25、26 即是20多的毛利率 一下去到30的时候可不可以再推 大家很记性 大家记得沽空报告一出的时候 当时就质疑他 为何你这么厉害 全项都没有做到这样的水平 20多个%毛利率 你可以40 出了沽空报告之后 他的毛利率真的下跌 现在捱了几年 上升到30% 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空间 他的毛利率可以再推上去 你看回几个部分 Haptic那部分 就是电视传感 我相信毛利率应该没有提升的空间 升学那部分其实也很困难 去到30附近左右 或者是再低一点 因为始终他的客户主要都是苹果 即是苹果 其实本身他自己都会控制成本 而且他也知道你的毛利率有多多 所以他也不愿意给你太高的毛利率 所以唯一 其实可以比较有自主的部分 这一部分都是光学那方面的发展 再加上光学那方面的增长也是大 因为其他都是数据增长 唯独是光学 其实按年有一个倍数的增长 这方面可能就是唯一的变数 或者唯一值得憧憬的地方 可能就是光学那方面 在技术方面会不会隔身 能不能带动到毛利率可以上升 好 一出了季度业绩之后 股价又很振奋 最惊讶的位置不是他赚多少 而是毛利率得以提升 但是这件事会不会是 一升是让你要走呢 因为它4月中的时候 出了这个盈起的时候 都扯过它的股价上去 结果就呈了一个三顶 一踏下来 但是40元那边很明显 它就有支持 那还值不值得下来呢 为什么它出了盈起之后 它会踏下来呢 当然第一个问好 手机出货量是如何 你提到苹果对它的影响 现在都未知道的 第二个 每天讲的晶片方 烦着用电的东西 都好像有影响 它是不是直接受影响呢 就算不是直接的 都是间接也会受影响 跪度业绩就很简单 完全没有提到的 就是金融界或者市场是怎么看 有没有忧虑 这5%有没有已经是包含了 这些忧虑其实消化了呢 我想过之前的跌幅 就是在消化这方面的忧虑 市场的确是在忧虑 在正在忧虑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在正在忧虑之外 其实市场更加忧虑 就反而是终点需求问题 尤其是4月份的 手机出货量出了之后 因为内地的出货量按年跌了两三成 这个其实是挺令人意外的一个结果 似乎就是终点需求 其实比预计中弱的 芯片方就反而不是很影响出货量 芯片方最终只是影响手机制度商 令到成本提升 芯片方是导致芯片的价格 可能按年涨了几百分比 或者是几倍那么高 往后的话 我相信这件事 如果价格下去 对于瑞星的股价 的确会有影响 所以短线来说 向下当然40元会有支持位 但是向上可能去到45元或者47元 就是之前的阻力位的时候 短线要冲破是比较困难的 voy 你 你 你